這是在破壞中國大陸的努力 中東開戰在即 美國現在擊派林肯浩來救援了 說到就是我們之前還非常開心 7月的時候 巴勒斯坦14派 都到了北京 簽署了北京宣言 希望你們自己內部化解干戈 然後一致對外 所以希望有一些好的局勢 然後現在卡達總理就說 你們一邊在殺 一邊叫我怎麼樣協調 講的就是 以色列現在要跟黎巴嫩 還有伊朗要開戰了嗎 國務卿布林肯就說 伊朗跟黎巴嫩跟真主黨 要對以色列攻擊 可能會在8月5號就開始了 所以紐約時報說 一種不安的瓶頸 籠罩在以色列上空 這個原來這個 北京宣言 對北京宣言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成就 我自己基本上認為說 北京的外交部 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 因為這個實在是很不容易 為了世界的和平做努力 這14個團體 其實都是軍事團體 是交戰團體 可是現在這個 哈馬斯的領導人叫什麼 巴尼耶 哈尼耶 伊朗的 在伊朗首都德克蘭被刺的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就是 因為他原來就是住在這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 首都在多哈的那個卡塔 他原來住在那邊 所以卡塔 卡塔本身的情況 非常特別 有錢的小國家 但是能夠致力於 維持中東跟以色列 還有阿拉伯人 都維持一定好的關係 所以他講那個話 本身來講的話 說明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當中的話 我覺得四方面都有一個 非常不得不開戰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 但這個要開戰 首先是伊朗丟了大臉 也丟了非常非常大的臉 因為伊朗的重要人物 被殺了多少個 上次我聽到 就講到那個哈尼耶 基本上的話 他在他那個床底下 那個炸彈已經搞了 兩個多月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請大家記住 他離開卡塔 到德黑蘭去參加的是 新任總統 就任總統怎麼回事 就任總統做直升級 都死掉了 那這樣講的話 他通通都是摩薩德幹的 那從他那個蘇拉曼尼 一開始 到他們的物理學家 到什麼什麼 各自重要的這個代表人物 通通都是被以色列幹掉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以色列本身都蠻幹的 想幹就幹 那第三個的話 所有跟以色列交戰團體 比如哈馬斯 雖然在加薩快殺光了 加薩現在已經突破四萬人了 裡面的話 有兩萬三千多人 是婦女加小孩 那太殘忍了 說了兩性話 我都不願意評論 那整個這個回教圖 他們基本上都是兄弟 他們都不曉得該怎麼要評論 都沒辦法 沒辦法支持這件事情 然後第四個 最嚴重的就是美國 美國被拉下戰爭 美國難道不懂嗎 美國現在不知道自己的 國內都漏洞一大堆 窟窿一大堆 美國現在被拉下的話 美國的航空母艦 就是必須要急忙的離開 亞洲西太平洋的地區 要往中東派遣 那請問大家了不了解 這是什麼含義 這裡頭的話 有兩個最後含義 第一個中東馬上就要 引發大戰 這個大戰結果 雖然可能 阿拉伯國家未必能夠 取得任何優勢 但是他可以拖住 以色列跟美國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另外一個消息還不錯 就我們這裡可以安靜個幾天吧 亞洲安靜幾天 至少吧 對這個是 是不幸當中 對亞洲比較好 有好的一個消息 世界大亂的時候 就是亂的地方 不發生在這裡 就算是幸運了 對 因為美國這個 拜登常常希望 這個 東有一點火 西有一點火 然後呢 外交上有一個敵人 對他呢 內部可能會凝聚共識嗎 這是他的一個招數 但是你看中東真的大亂在一起 當然是講的就是呢 因為呢 哈馬斯的政治領袖 哈尼亞呢 在伊朗遇刺了嘛 所以中東這個大戰 真的要開閃了 所以中國大陸駐聯合國代表 復聰就說 真的是強烈譴責這個事情 好 那為什麼說呢 這個風雨啊 真的是變色了 為什麼呢 因為傳出 伊朗就是呢 8月5號左右 就開始要進行報復了 然後美國呢 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呢 他也抵達到中東了 要造訪以色列跟約旦 約旦為什麼重要 約旦的位置 你看得出來就很重要 因為他就在 這個以色列旁邊嘛 因此呢 就算真主黨要打啦 或者是伊朗 主要是伊朗 伊朗無人機啊等等的話 他都可以幫忙 協助他來攔截 之前的時候 4月的時候 他就扮演攔截的角色 但這一次約旦被說 好像對於以色列也非常的不滿 然後呢 紐約州的議員也公布了 這個叫做PISA指數 意思就是呢 五角大樓都在加班 訂了很多PISA 還沒有時間去外面酒吧去 酒吧的這個次數 這個人啊少很多 就意思代表大勢要來了 真的沒錯 這個是裡面 它包含了幾個方面 非常重要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從去年的 11月7號開始 到目前為止 以色列在加大走廊的 用兵方式 跟以往的傳統 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從小到大 1948年開始 以色列見過 聽到都是6日戰爭 7日戰爭 10日戰爭 沒有聽說過打一年的 這個是非常嚴重 一個區區 2萬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你人在優秀的話 能夠打一年嗎 你能夠撐多久嗎 然後也就沒有見過 這麼殘忍的 因為整個加大走廊 都是炸平了對不對 那炸平了 然後發覺哈馬斯打不完 打到南邊 北邊又來了 打到北邊 然後南邊又來了 基本上的話 你把人都逼成這樣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情況就是說 整個中東地區的話 老百姓大同盟 你實際上的話 阿拉伯國家 包含了埃及跟約旦 原來跟以色列交鋒的國家 他們自己承認 自己不行了 只好躲在後頭 不敢出現 但是不敢出現的結果的話 他們基本上 老百姓的憤怒到極點 就會出現很多的 武裝民兵 或者對不對 這種武裝民兵的話 本身就像你現在講的 這個什麼哈馬斯 珍珠黨 或者什麼 胡賽武裝什麼 他們都是這種武裝明明星 就是氣不過東的感覺 就不活了跟你拼了 然後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問題是這樣的 這個大戰不打 這一打的話 由伊朗帶頭的話 美國跟以色列 以色列的傳統是 強烈報復 以色列最好不要死一個人 以色列死一個人 阿拉伯國家 得賠上二三十條命 那這種計算的結果的話 你可以知道 這個裡頭會亂到什麼程度 所以說為什麼說 北京宣言的話 是給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 有一個重要的曙光 現在這個曙光還沒燃燒 就已經被掐滅了 因為就沒有人要聽這個 中國這一套了 因為講的 就既然和平都沒希望 這個哈尼耶 都已經被以色列幹掉了 而且幹掉的方法是 炸彈炸成肉泥 連保鏢什麼的 三個保鏢加上它 都變成肉泥 打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自己 伊朗內部的話 就是出現的漏洞太大了 所以說這個整個中東 絕對被人家看不起 阿拉伯人被人看不起 回照圖被人看不起 你認為這個氣能夠 吃撐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伊朗這一次看起來 真的一定會報復了 因為伊朗現在被說 說的話很少 說的話很少代表 他已經在密謀很大的一個事情了 所以美國也看到一些相關的事情 因為美國其實說真的 在中東情報還蠻準的 來看到8月3號的時候 以色列國防軍 對了黎巴嫩 真主黨進行了相關的空襲 這是對於北部的 他們北部的黎巴嫩 然後黎巴嫩也打回去了 又對以色列發射了數十枚的火箭 所以你看北部的地方 站起來了 那更別說 那跟伊朗的部分 因為伊朗 其實他有很多的小弟 都在這邊附近 剛剛老師講的 珍珠黨 還有包括了胡塞 這些都是他的一些小弟 所以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說 趕快 美國公民趕快走 然後還有看到英國 挪威 這些通通都趕快叫人家走 美國就急派什麼呢 急派林肯浩來協助 來救援 然後還要派F-22的戰鬥機 這些去幫忙護航等等 對 因為美國現在 目前為止的話 感覺到 這裡面凸顯了幾個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的話 美國真的是到處點火 但是自己不要被著火 這個是美國基本上的原則立場 我說句良心話 我從小大家看到 美國只敢欺負小國 美國自己本身面對這個大國的話 大概只有這個朝鮮戰爭那一次 然後他吃了一些虧 但是他當初也認為中國是小國 他才敢就是說 斷然地作中決定 那麼美國本身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 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 哇 情同父子 大家一看猜誰是父 誰是子 以色列 現在答案非常明顯 以色列是父 現在答案非常明顯 我跟你講 這個以色列的話 就是說 暗殺這個哈尼耶 這個之前的時候 納坦尼亞胡 跑到華盛頓國會去演講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都說失敗失敗 我說非常成功 因為納坦尼亞胡這個人 他非常會煽動 他口才非常好 英文極其好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一個其他國家領袖 跑到美國國會演講的時候 因為美國國會議員 莫名其妙站起來 亂鼓掌的時候 他說不要鼓掌 聽 哇 這個不是爸爸在去兒子 這是訓斥 對 訓斥 然後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整個全世界的回教徒 都大團結 對 這個大家一定要了解 因為回教徒本身的教義 就是我們都是 就是弟兄們 對不對 因為全世界的規矩都一樣 土耳其 這個 伊朗 沙特 他們本身都坐立難安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的老百姓 都會發覺說 我們自己的兄弟被殺 然後你那邊管都不管 所以說他非要做出動都不可 那美國現在的話 因為他知道這事情嚴重 所以他把航空母艦調過去 一調過去的話 如果一旦開戰的話 美國能夠支援到什麼程度 那 就是美國的國防部要先講好 要先做好一個決定 就是說我們要真的幹下去 那大家就要沿你作戰的計畫 那我跟你講美國自己要參戰 至少至少 10萬人跑不掉 跑到中東去 對 所以呢 美國原本要從中東這個戰場 比如說阿富汗撤軍嘛 希望能夠挪出手 騰出手對付呢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你看到處有戰火 然後呢 搞的呢自己灰頭土臉 在呢 這個中東這個局勢 看起來以色列是死的 要把你拖下去 然後俄烏這個局勢 你也抽不了身 那現在看起來 你真的要對中國大陸對幹嗎 你的底氣在哪裡呢 所以我們的院老師才會說 也許亞洲會安靜個幾天 沒有力氣了嘛 是這樣子 我不好意思講天佑中華了 但是我覺得事情的發展 固然是在悲劇當中的話呢 在出現這麼一點點值得高興的事情 就是至少我們這邊的話 沒有受到這樣子的一個 被動的情況下 我必須要強調 我剛剛強調被動跟主動 如果美國是被動參戰的話 那真的下場非常非常慘 因為這個大家要記住 戰事只會擴大 戰爭要結束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對 非常非常不容易 而且以色列真的是想計畫 這一次的 好好在中東擴張一下實力 對 他其實我們都知道 現在他希望在加薩那個地方 都趕出去 趕到哪裡 隨便你 但是那邊我要整個清空 變成他所謂的豚肯區 不斷的蚕食驚吞 把他整個都吃起來嗎 那你這些可憐的這些巴勒斯坦人 該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要去哪裡呢 所以中東人是 人心全部都沸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要繳進去的話 真的不得了 你這個賀錦麗要怎麼選 民主黨大分裂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東這麼亂 尤其美國看起來 真的有可能會被捲進去 因為伊朗最高領袖呢 哈米尼說 已經要對以色列發動 直接的襲擊 還有來看到 他們召集了這些代理人團體 哈馬斯 胡塞組織等等的 要討論怎麼報復以色列 另外呢 伊朗的情報部長直接說了 哎呀 會殺這個哈尼亞錢 已經獲得了 美國的許可 就以色列已經有美國的許可了 那拜登跟這個納坦雅胡有通電嘛 結果他有說 哎呀你這樣做呢 其實無助於達成停戰的協議 更新消息是以色列十二頻道還說 哎呀拜登在電話當中 標罵納坦雅胡你不要再唬爛我了 那個 美國的立場啊 就是我們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這場美國是非常被動的被拉下 為什麼是被動的被拉下這場戰爭呢 因為呢 我不曉得 我因為沒什麼證據 但是我覺得美國好像不能不支持以色列 那麼大致上得到的感覺上 有人說是因為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利益的綁架啦 或者說是我覺得以色列就是美國的猶太人 對於美國的控制上來講 是遠遠超過我們想像 從後面的這些事實可以展現出來 那第二個拜登本身來講 他代表民主黨 民主黨跟那個川普的那個共和黨 態度是不一樣的 川普的共和黨他只會警告哈馬斯 你不要等我當總統 我就跟他一起把你們滅掉 那他就講這種非常無知的話 你想把一個種族殺掉那還得了開玩笑 那但是的話呢 這個拜登的話呢 就是他有一點進退兩難 如果進的話呢 就是他也不得不支持猶太人 那退的話呢 他基本上他不願意讓美國自己 因為美國人有一句話叫 boot on the ground 就是說是這個美國大學落地 那這種情況下呢 因為美國本身來講 一些這個 一些精銳的這種特種兵是可以的 但是實際上的話 真正的步兵的話 要到這個戰場上來講 那個阿富汗的話 20年都搞不出什麼結果 最近還講說要在伊拉克撤軍 就是美國本身來講 在海外駐軍覺得 非常非常吃力不討好 那現在被迫拉入這場大戰裡頭 而且他主要的任務是保護 以色列這個 自己根本就沒有辦法讓他聽話 所以說拜登也會火大講說 你不要再唬我啦 你就是要拉我下去 把這個話說出來了 沒錯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中東這個局勢 真的是大戰在即了 這個時候更凸顯呢 中國大陸這個和平的締造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京宣言 現在被說這個火苗還沒有燃起來 你就把它掐住了 但是呢 這也會讓全世界看到說 到底美國跟中國大陸 誰才扮演大國該有樣子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